SkwayT bou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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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與前同行 選股真功夫 又是我 我是凌威婷分析師 大家都叫我小維哥啦 叫我小維哥就行了 我一開始要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今天是8月1號 第一個交易日 8月的第一個交易日 到底可不可以持續的發發發 非常的重要 那大盤有兩個觀察的重點 等一下會跟各位探討一下 那我也知道說在大盤7月份 從高點24416 跌到21,800多點的時候 總共跌了2583點的跌幅 我知道很多人 很多的古民非常的恐慌 砍的砍殺的殺 踏牢的哀嚎連天 哀嚎遍野 那到底應該要怎麼辦 到底要怎麼去拯救這些古民 你應該要這麼做 最後還是要來跟各位來講一下 我們在大盤修正的格局當中 我們到底做了什麼樣子的動作 我們在大盤修正的過程 是不是一直跟各位強盜說 你就是要勇敢的站在買方 那我們這一波還跟各位談到什麼 你就算下跌了 這個都是一個多頭的下跌 本來多頭的格局會怎麼樣 還漲急跌 那請問一下 在這一次的急跌過程當中 跌了2583點 回測到了季線這邊 請問還有沒有再破低點 沒有喔 我們在前天是21833對吧 21833的兩個交易日後 也就是今天沒有再見到低點 那我就跟各位探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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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美股 美股 外資 外匯 這三個要素是連在一起看的 如果美股七雄 因為昨天的AMD一開盤就漲了7% NVIDIA 然後呢隨即就上漲 最後收盤漲了12% 而且啊 它收盤價是117 現在的盤後價是121 這樣大家都可以想到 可想而知 是不是今天晚上的開盤 其實也是非常的樂觀 既然是非常的樂觀 外資啊 正當來講 理應來講 也是會站在買方 而且我們看到今天的台幣 也是有升值的動作 顯示說什麼 今天的外資 一定是站在買超的 一定是站在買超的 第二個 請問 大盤這樣子修正下來 今天的量能有沒有出來 有 今天的量呢 有突破 五日均量 今天的交易量是4307億 五日均量呢 是4100億 有突破 那KD指標有沒有低檔黃金交叉向上 也有 是不是我就在昨天跟各位來探討說 你現在KD指標一定已經在低檔了 你就不要再過度的殺低 昨天有沒有跟各位探討 有啊 有啊 我昨天也跟各位講說 有些如果你真的是跌很慘的股票 你千萬不要過度的殺低 好 我們繼續來跟各位來探討這個事情 AMD 它將扮演救世主 那在AMD辦研究世主的過程當中 請問 我剛剛是不是有跟各位講到 揮答 AMD 請問昨天有沒有 帶量上攻 昨天有沒有帶量上攻 你雖然說AMD是開高走低 但是五日均線也是去做突破 五日均線也是去做突破 五日均線 五日均線 NVIDIA 不管十字線 月線 都有去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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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呢 我剛才也講到啦 揮答的盤後 是收在121 盤後是121喔 那盤前呢 就是他們有個收盤價是117嘛 它後面還會有一個短暫的交易 就是一個盤後交易價 是121 顯示說什麼 非常的樂觀 極其的樂觀 而且今天晚上 Apple Amazon 都要發布財報 那大家就要思考一件事情 在昨天這個鮑爾 確定說9月有這個 非常好的降息的預期之後 揮答 以及其他的美股七雄 釋出來的AI展望 也會帶領我們台股 持續的往上反攻 這個就是大盤的重點啦 但是我知道 現在的股民真的是哀嚎遍野 哀嚎遍野啊 多殺多 大家應該也可以發現到 有些的個股真的是 明明是體質非常優的股票 卻被你殺得一塌糊塗 明明是今年在法人預期下 獲利可以去比較 去年是獲利要升的 但是卻比 怎麼樣 卻跌破了季線 卻跌破了半年線 請問你覺得合理嗎 當然不合理嘛 所以你在這個不合理的過程當中 你應該怎麼辦 站在買方 對吧 站在買方 但是我知道 很股民股友 不管是PPT也好 不管是我在看跌卡上的也好 很多人都會說 欸 股災啦 趕快跑 趕快跑 請問 股災趕快跑 到底是不是對的一件事情 請問 你今天來台北股市 出生入世來到台北股市 你到底是要來賺錢 還是想要來賠錢 你到底是想要賺一個投資財 還是投機財 如果你是想要去做投資的 請問 如果你的買進的理由 你是因為它在今年會獲利要升 請問你有需要去做砍股票的動作嗎 其實沒有 其實不需要 因為它只是一個技術性的回調 大盤只是一個技術性的回調 它並沒有走空投 啊我也要先跟各位講 我不是死多頭 也不是死空投 應該是這樣說 如果大盤再去修正 如果大盤真的走空 我覺得我會偏空操作 但是 我現在還是依舊的認為 大盤只是一個漲多的回檔 並沒有偏空操作的理由 而且在未來 也要這樣寫啊 其實在景氣方面 我昨天也跟各位帶到景氣的部分 台灣景氣的部分 也是好轉 也是好轉 下半年一定會比上半年還要來得好 所以就在這樣子的前提之下 因為我總金 其實我總金是有知識的喔 我是財務金融系的嘛 這個無可厚非 我還是會跟各位帶一下總體經濟 所以 現在的 角度 現在的部分來講 既然總體經濟非常的好 那請問你有悲觀的理由嗎 沒有 真的沒有 所以其實 如果說 你現在 你是投機的 你是追高操作者 你本來就要 嚴世好 停力停損 嚴世好 停力停損 可能你跌破了重要的均線 你就要調節一下 畢竟你是 想要做一個短線的架超操作 而且 尤其你又是追高的 你本來就要設好 停力停損 但是投資的 投資的朋友們 你是看好 在這一檔個股的長線獲利 今年的獲利 或者是明年的獲利要升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因為恐慌 而亂殺股票 好 如果你真的有任何的問題的 也歡迎你加LINE詢問 加LINE詢問 有不管你持股的問題 有任何疑難雜症 套牢的問題 都可以來詢問我小微哥 我們的LINE就放在上面 給各位去做掃描囉 那我們第三個部分 還是要來跟各位來探討說 我們在大盤修正的格局當中 到底選了什麼股票 因為選對股真的很重要 好 那選股邏輯一樣給各位看一下 一二三選股法 好 這是我們在未來 在第三季 在第四季 我們就會朝這個方向走 第一個 底部型態非常的重要 請問你會去買一個 空頭形態的股票嗎 是我的話 我不會 因為它一直在跌 它沒有一個止跌的跡象 我不會想要輕易去抄底 我不會想要輕易去抄底 第二件事情 當形態做好了之後 當形態做好了之後 不管是圓弧底也好 左肩底 右肩底 這個頭肩底 底型的底部去打底完成之後 重點是什麼 會不會上高嗎 有沒有主力進來 正在買方嗎 你籌碼如果 資金都沒有進來買 請問你的股票會漲嗎 當然不會 當然不會 基本面也很重要 基本面我們最會看的原因 是因為 漲時重視 跌時重止 那如果真的是漲的時候 或者是跌的時候 我們一定是首要看 底部的形態 如果底部的形態確立了 而且尤其又是突破了 這個就是你的買點 你的買點 千萬要站在買方 而不是要給它看衰 然後給它站在賣方 那你有可能怎麼樣 口袋空空喔 口袋空空 所以 基本面 技術面 籌碼面 我們都會看 只是順序的不同 好 那大家還是要記得一件事情 因為我昨天忘記講到 忘記講到這個神秘禮物啦 那我自己的會員 我自己的會員朋友 通常都會知道這件事情 不過 既然我現在已經跟何懷甄 何老師進行一個強強聯手 合作的這個情況下 在八月份開始 我就會在我自己的那個頻道 Line at 那之後那個何老師這邊的Line at 也會持續的去把這個神秘禮物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 這個神秘禮物到底是什麼 我要跟各位來講一下 我會在每天的晚上 每天的晚上 會發布四檔股票 這樣給各位去觀察的 給各位去了解說 我認為 近期你可以去觀察的焦點 但是不一定是我們會買進的股票喔 不一定是我買進喔 因為這個只是一個免費的神秘禮物 如果你真的想要領取 真的是那種同步訊息的 你還是要加入會員 你還是要加入會員 因為 免費跟 花錢的 我們總要做一個區別 花錢的 我們當然會帶進帶出 會有價位 但是沒有花錢的 我們會跟你講一個大方向 認為我覺得還不錯的股票 來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還會做一個分享 那7月31 也就是7月30的晚上 我就發了這個報告 我就發了這個 小文章 小文章 那就是讓各位 7月31號的時候 可以觀察一下這四檔股票的走勢 好 那到底 因為大家可以發現到這個標題 應該有看到 這個功課上要漲停板 那這個上要我先講 因為是我的股票 我還是要來在這個節目上 來跟各位來講一下說 為什麼何老師會選擇跟我做強強聯手 為什麼我比較看起來比較年輕 但是年輕有年輕的厲害 我還是會選股 我第一個會選股 第二個 我很愛產業面的事 我很愛寫產業的報告 我很愛寫產業的報告 所以基本上 為什麼何老師會想要找我合作的原因 就在這邊 因為我懂總金 我懂產業 也懂個股 那為什麼我會挑這檔上要 很簡單 他就是台南的土地公大地主 他就是大地主啊 那台南人到底 現在都基本上住在哪裡 第一個 台南市區 第二個 南科 第三個 這個什麼高鐵 高鐵特區嘛 高鐵特區啊 因為交通 這個枢紐 的地方嘛 那 請問 上要在台南的建案多不多 多 非常的多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研究到這檔股票 而且 還是在7月30的時候 帶領我們的股票會員 站在買方 沒錯啊 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個LINE8的這個 這個LINE的訊息啊 LINE的訊息 通常都是用LINE的訊息 給我們的觀眾朋友看啦 LINE的訊息 沒錯啊 請會員定價20塊5 建立基本持股 站在買方 站在買方 勇敢的買 欸 請問一下 7月30是多少 在這邊欸 20塊5 剛好落在哪一個位置 月線附近 甚至是跌破月線的時候 月線附近喔 月線附近喔 那 請問一下 我有追高嗎 沒有 我操作其實都跟何老師一樣 我們都不喜歡追高啊 我們現在要找的股票 就是未來產業的焦點 未來投資朋友 可以信任我們的地方 我們一定是要幫 投資朋友找出 未來的明星的股票 那上藥 我知道你們也跟不到了 所以我也沒有講特別的多 沒有講特別的多 因為今天漲停板嘛 今天漲停板你們也跟也跟不到 那重點是 我們自己的會員 我們會有自己的步調去做一個調節 上藥以我來講 我還是看好 原因是什麼 因為它今天 帶量突破頸線 帶量突破頸線 它就有機會 走1比1的等距離 各位自行去做換算 這是各位自己要去做留意的 精彩的部分 精彩 33CC4的精彩 我相信啊 何老師在7月份的時候 在這個節目上 一定有跟大家報告過這檔股票 7月29號的時候 我就有看過 他有在講這檔股票 精彩 232.5比過 232.5比過 那我們就不談到前面 前面2月份到6月份的績效 我們就不談 我們就談現在 我們就談這個近期的事情 7月29 是不是何老師就有跟你們講 232.5比過 都已經寫在這邊了 都已經寫在這邊了 那請問 7月30號 有沒有先恭喜各位掌停板 有沒有先恭喜各位掌停板 因為我昨天來 我沒有寫到這一檔 我沒有跟各位談到這一檔 但是我覺得 這一檔是我認為 可以讓投資朋友 再去做一個了解的地方 原因是什麼 請問 精彩是什麼股票 台積電的供應鏈 請問 它有沒有受惠先進製成的這個受惠 有 尤其又是什麼 台積電在7月18號的法說 是不是又上調了這個資本支出 原本從280億到320億美元的 上調到300億到320億 既然資本支出有上調 有上調喔 那請問 是不是70%到80% 董作也說了 會用在先進製成 有70%到80% 這麼多 這麼大的資金 都要用在先進製成 那也就是因為什麼 AI嘛 HPC嘛 對吧 那基本上來講 精彩就會是一個非常大的受惠股 請問 今天有沒有再創波段新高 有沒有再創波段新高 今天的高點257塊 高點257塊 收在250 有沒有相對的高 有沒有相對的高 有啊 好我們再看下面 我用我的習慣的講法 KD指標黃金交叉向上 還沒有死亡交叉向下 然後呢 投信也是不離不棄喔 投信也是不離不棄 站在買方喔 請問 這種股票 你不就要好好的報勞報警報好嗎 報勞繼續賺啊 那這檔股票 台積電供應鏈的 我覺得 最受惠的 其中一檔就是它嘛 其中一檔就是它嘛 其他的 我們就先不談 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先不談 信科 信科在昨天的時候 也跟各位有探討說 我們在7月17的時候 就有買進 就有買進面板級的 散出型封裝 7月17的時候就有買囉 買在多少 來看口訊 61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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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怎麼樣 全數獲利了結 今天全數獲利了結喔 那為什麼全數獲利了結 為什麼全數獲利了結 因為它有爆量 一早的時候 我們就有發口訊 好 我們就有發口訊 那讓大家了解 好 因為 因為這邊沒有放上來啦 這個不好意思 但是這個證據 我們之後會補上 好 我們這個之後會補上 新科的部分 新科的部分 今天所有的會員 全數的賣出 全數的賣出喔 不要再追囉 不要再追了 因為我們在盤中的時候 就已經把這一檔股票全部賣出 我知道你現在看我們的股票 現在看我們的節目 已經是盤後了 已經是盤後了 你沒有掌握到同步的訊息 真的很抱歉 因為你只有在盤後的時候 才發現說 啊 原來我們今天全部賣出 我們今天全部賣出 我們全部賣出 我們全部賣在 多少 88塊附近 88塊附近 好 這個是我們早上的抠訊 我們早上 9點多的時候 就已經有發抠訊了 那發完之後呢 欸 你就看收盤價 81.9 真的 差很多啦 差很多啦 當然還有會員 趕快問我說 要不要賣出 我還說 趕快賣 我還說趕快賣 因為它今天爆量 爆量趕快賣 不要再留戀 不要再留戀 好剛剛應該有看到啦 因為今天禮拜四嘛 禮拜四的凌晨 也就是禮拜五的凌晨 台灣時間禮拜五的凌晨 在美國時間的盤後 蘋果會發布財報 這是我找的 蘋果會發布財報 那重點是什麼 我認為啊 或者是這個 華爾街的分析師也認為啊 蘋果的財報 第三季會攪出 非常亮眼的猜測 我先講為什麼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 因為 大家都知道 2021年 是不是疫情的那一個階段 那個時期 2021年疫情來的時候 請問 是不是剛好是一個 換機潮 換機潮之後 離現在 2024年已經距離三年了 啊我自己的手機 因為我現在是用iPhone 12啦 那iPhone 12說實在的 我現在用電耗電量真的是 非常的高 非常的快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 就以現在iPhone 12 iPhone 11的這些使用者 請問會不會想要換成iPhone 16 這是第一件事情喔 因為耗電量非常的高喔 第二個 我其實也很想玩玩看這個 Apple Intelligence Apple Intelligence 簡稱AI嘛 它的這個AI的功能 因為只有iPhone 15 Pro以上的 機型才可以用 只有A17架構以上的這個晶片 才可以用 才可以用喔 那如果我真的想要去 用這個系統 用這個軟體 我勢必就要升級到iPhone 15 Pro嘛 那我勢必就要升級到多少 iPhone 16嘛 那最終受惠的人會是誰 蘋果 蘋果啊 好 既然會這樣子受惠 那我就要來問各位 我們不是要買蘋果 我們是要買它的 受惠的 蘋果的概念股 有沒有受惠的概念股 有 而且 而且非常的低機器 非常非常的低檔 也就是3406的玉金光 我覺得這檔投資朋友 真的是可以好好的留意 我們要講 我們不要找這種跌升的股票 但是你要去找一種 跌升有止跌跡象的股票 好 什麼叫止跌的跡象 非常簡單 第一個 請問五日均線的反壓 有沒有佔回去 以今天來講是有佔回的喔 有佔回喔 好 那就要來觀察 明後兩天 有沒有持續的 站穩五日均線 站穩五日均線 那重點還是在哪裡 量能嘛 量能如果明天因為受惠 所以Apple的財測非常的好 它就有機會 帶量去往上突破 十字均線的反壓 就有機會 帶量突破喔 所以這檔 投資朋友 玉金光 跌升的投資朋友 跌升的股票 你是可以回來 回過頭來 去留意 玉金光的 好 還有一個非常好的優點 黑地指標 黃金交叉向上 黑地指標 黃金交叉向上 所以我們未來在第三季 在八月份正式開跑的情況下 我們會持續找一些 比較低基期低位階的 而且我們就是從 一二三懸股法下去選 底部形態要打底完成啊 不是找那種跌跌不休 跌跌一直在下跌的股票 一直在下跌的股票 持續探底 沒有個底部 我們是不會去做購買的 那還有一個重點 我們每天晚上都會有一個神秘的禮物 你一定要掃描QR Code 好 那我在昨天的晚上有一個神秘禮物 就是請投資朋友 我的會員 8月1號要觀察這四檔股票 金相電順達琴亞一拳 好我們來給各位看一下 請問 金相電今天強不強 請問今天金相電強不強 是不是 雖然說上檔有壓 但是請問 投信有沒有正在買方 主力 我們這個 主力有沒有正在買方 有 主力有正在買方 那一支主力大戶有正在買方 那 今天有沒有帶量 有往上攻 那重點是什麼 會不會再持續的滾量上攻嗎 所以我們就是要給各位一些 未來會漲的股票 未來會漲的股票 秦亞也是啊 欸 他就是一個IC零組件的通路商 未來會不會持續的上漲 我認為是有機會啊 所以這些股票 因為我們給了投資朋友這些神秘的禮物 你就可以好好的來去研究 為什麼我會去挑選到這四檔股票 為什麼會去挑選到這四檔股票 當然啦 還有這檔育權 我剛剛一直在講 這種跌跌不休的股票 我希望你們可以回過頭來去做觀察 這是投資朋友要自行去留意的 因為他止跌跡象出來了沒有 你們要自己去留意啊 因為 你們不是我們的會員 不是我們的會員 我們沒有辦法在節目上講得非常的明白 這樣子的話 對我們的會員是不公平的 就是我們要講一些止跌的跡象 這個是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有止跌的跡象 我們才會在開始的進場佈局 開始的為投資朋友怎麼樣 持續的找會漲的股票 持續找會漲的股票喔 專心找會漲的股票喔 而不是找專心可以抄底的股票喔 可以抄底跟已經足底不一樣喔 你的抄底你確定真的是底部嗎 真的有這麼的神嗎 真的有這麼的神嗎 我覺得很難啦 因為說實在的 我通常都是看底部要成行 才會去做抄底 才會去做買進的動作 才會去做買進的動作 底部要先成行 底部如果沒有成行 我是不會買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對於我們的操作 有興趣的 一定要先撥達免費的諮詢專線 0800370888 甚至可以加我的LINE 小老鼠178N9 我的LINE就在我們的圖片上方 也可以加這個 與前同行何老師的這個LINE LINE就在下方 好那記得喔 加入我的LINE之後 要點擊右上角的記事本 我們每天晚上都會有一個神秘的小禮物 等著我們的投資朋友來去索取喔 那我們今天的與前同行選股真功夫 就到這邊啦 明天再會 掰掰 跌宕起伏的投資市場 你總是 被割韭菜嗎? 選股操作的過程中 總是追漲殺跌 挑錯標的 在股票市場中 我們拒絕繼續當韭菜 獲利是我們的目標 漲停是我們的期望 告訴你法人資金動向 跟著強勢股賺一波 讓股市霸王花和淮珍 帶著您與前同行